美丽的东山河结完取植后 横跨两岸的红色立则剪桥 是特有的标的 往东方的太平洋 则可以看到 助力海上的龜山岛 这些美景 在2022宜兰国际童外艺术节的 时空传送站 仍一览无遗 像第一个坐 以前 这边是 而且风景 很漂亮 非常自然 今天的天气很好 很好 后面又有红色的立则剪桥 前面有绿山 还可以看到龜山岛 好 来 这个由苗栗飞英宝团队 承办的游戏亮点 迎来县长林姿庙 特别前来体验 专业教练 首先为县长讲解 并系上高空滑降的全副武装 等一下我们玩扭锁 我们那个装备 刮扭锁上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很安全了 那我们手 是可以放开的 对 因为我们安全 主要是我们的装备 我们装备只要充好的话 那我们手这边 其实主要是安慰自己用的 对 手是可以放开的 是不是像空中飞人这样子 是的 好 要抵抬毛了 要握握手 好 我跟我的脚就会这样 你看看 几位议员和县长 要一起挑战高空滑降 登台前信心喊话 两战高空滑锁 大家一起来 Go 高空滑降 是利用高低落差 带动滑轮 带领游客 飞要东山河 抵达码头 以相关安全装备 和扣环固定 全长有208公尺长 第一个示范的是 黄春亭议员 对 挑战高空滑锁 赞哦 2022依然国际同案 很精彩 神奇仔 很刺激哦 很刺激哦 那里22依然国际 大家一起来 这里的视野很好 现在你现在有没有看到龟山岛 现在 我们先踢 好 来 先踢一言示范一次 哈哈哈 我 一言先示范一次 好 我把手机先放好一下 1 2 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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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的 来的 南洋平原的天空 红色的桥 蓝色的海 割道过的田 这一瞬间都饱览在眼底 那一项高空脚踏车 也是让游客享受高空望远的乐趣 踩动踏板带动前进 学生有吊带和三个扣环固定 以确保游客的安全 两项高空游戏踩预约制 每场次以60人为限 能把东山河的蓝色细水池 净收盐地 净收盐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